好继续focus苏丹的内战 这个内战已经进入了第七天 美国国防部森派部队进入非洲东北角的吉布地 准备随时都可以撤离 在苏丹首都有美国大使馆的人员 正在等着美方将他们作为撤侨的先锋部队 那么尽管苏丹准军事组织RSF同意 因为开斋节先停火72小时 但是政府军不理他 周五首都依旧有枪响 CNN的调查报道指出 在乌克兰战争扮演一定角色的 俄罗斯拥兵组织瓦格纳 在非洲同样驻莫斯科扩大影响力 同时还夺取资源 卫星照片跟飞航追踪都发现 俄国的运输机就在苏丹内战的期间 那么联合邻国利比亚的势力 向苏丹的民兵空投武器 试图要影响内战战局 毕竟内战边缘的非洲第三大国苏丹 准军事组织RSF快速支援部队 周五同意 在穆斯林开斋节这一天 从台北时间21号中午12点起 停火72小时 但政府军总司令布尔汉 在他的开斋节声明中没有回应 对停火也只字未提 这是苏丹政卫军和RSF上周六爆发战斗以来 政府军最高将领首次对外发表谈话 他表示军方仍承诺过度到文人统治 但稍早拒绝与敌对的RSF谈判 说只接受他投降 周五清晨 首都卡图木依然传出枪声 上空也可以看到浓浓灰烟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冲突至今造成至少400人死亡 3500人受伤 20家医院因缺乏医疗物资 和不断的攻击被迫关闭 首都巴士站出现逃难潮 但车票价格已飙涨四倍 联合国几乎双方停火 让受困平民撤离 寻求医疗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与非洲联盟 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区域集团 举行视讯会议 因为与七个国家接壤的苏丹 就为在埃及 沙吾地阿拉伯 和非洲动荡的沙赫尔地带间 战略性不言而喻 敌对行动不仅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背后大国角力恐怕更是战乱推手 19号苏丹和利比亚军 庆祝联合行动成功 在两国边界间的偏远沙漠 拿下敌对RSF的雪佛来铸房地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调查 这个铸房地大大影响苏丹首都之战 俄罗斯和利比亚东部军阀哈普塔 大力支持RSF 试图扭转苏丹战局 过去RSF一直接受俄罗斯训练和军援 在首都喀土木爆发枪战一天后 4月16号 俄罗斯一架一流生76运输机 停在佣兵瓦格纳 位于利比亚的空军基地 三天后同一架飞机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返回利比亚空军基地 而17号在网路上出现同一架飞机飞往苏丹的画面 据了解在15到18号这段期间 俄罗斯空投包括地对空飞弹在内的武器给RSF民兵在苏丹西北部的据点 不过RSF否认接受俄罗斯和利比亚的援助 但其实RSF民兵和利比亚军阀有共同的战略 这些关系简不断理还乱 但再在显示区域要缴利比亚的军阀和大国俄罗斯遭一把手伸入苏丹 俄罗斯投资当地开采金矿 同时计划在苏丹鸿海沿岸建立海军基地 而苏丹也是美国在非洲外交努力的重点 要立抗俄罗斯的区域影响力 美军应在苏丹附近部署更多兵力 包括在非洲东北部吉布地的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 以确保大使馆安全和协助可能的撤离行动 日本21号下午也派遣运输机 飞往吉布地准备撤侨 荷兰则派出两架运输机前往约旦旦役印 请讯划做好好的 计划做好好的 一定要